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在之前影片中有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做網路線 甚至如何架設我們的網路部分 如果各位有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相信已經對我們的網路設備 非常的熟悉了 但是我們有時候還是會遇到 我們的網路不穩定 或者網路斷掉的一個狀況 今天我們就要來分享 如何排除網路不順 或者是網路不同的一個狀況 讓我們依序來排除問題吧 當我們使用我們手機 就發現我可能訊息傳不出去 或者我沒有辦法看到我們瀏覽器的畫面的時候 我們懷疑它網路沒通 這時候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確認一下 右上角它的Wi-Fi或者是4G的強度 像你目前看到 右上角有沒有 它的4G的強度剩2格 這樣就代表訊號已經變比較弱了 有時候有3格 那再來的話我們可以馬上用瀏覽器去測試 例如說我們打開Google看能不能上 或者是說我們打開Google裡面的新聞 看一下新聞的頁面能不能正常連出來 如果可以就代表我們網路是通的 我們就要去確認一下我們的Line 或者是其他通訊軟體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再來再教各位一個最大的一個秘技就是 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的設定 這邊有個飛航模式 我們先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它會先把所有的網路關閉 關閉之後我們再把它關閉飛航模式 這時候我們的網路就會重新去連線 這時候它整個網路重啟之後 很多的網路設定 就全部都能夠回復成正常狀態 首先我們用電腦來測試 如果說今天當我的網路斷掉 或者是我的Line的訊息發不出去 我上不了網 我們能夠怎麼去做測試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下面的網路的一個無線的訊號 那我們可以去看我們無線訊號的強弱 如果說它的無線訊號蠻強的 那我們就可以撇除掉我們Wi-Fi的一個問題 接著我們就打開我們目前最常上的 Google的一個頁面部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去點選 例如說我們去看一下新聞的部分 如果說新聞能夠連上線 看到今天的最新新聞 那就代表我們網路是通的 那假設不能連上線呢 這時候我們要再做第三個動作 我們在左下角搜尋這邊 我們輸入CMD Enter之後 我們來到命令提示支援 這時候我們打上我們一個指令 我們這是ping空格 然後後面看你要ping哪一個網站 我們Enter之後 我們今天ping的是Google的網站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 遺失的資料的話是0% 就代表我們從我們的電腦 連到 例如說中華啦 或者是群件的網路之後 再連到Google的伺服器 都能夠正常連線 網路都是通的 那假設我們的 瀏覽器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通訊軟體 網路還是不能通 這時候就建議 我們可以把電腦重開機試試看 如果我們已經在手機以及電腦上面 的軟體以及設定上面都已經檢查過了 都沒問題 這時候我們網路一樣不通 我們就要檢查一下我們的硬體設備 以目前一般住家或是公司行號在裝 我們通常都硬體設備的話 一定都是從中華數據機 再接一台分享器 再從分享器接一台我們的Switch 所以我們硬體設備部分該怎麼檢查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去檢查硬體設備的燈號 我們有接網路線的部分 它一定要亮燈 分享器也是一樣 那如果說 我有接網路線可是卻沒亮燈 就有可能是網路線壞掉 我們就可以把網路線換掉 或者是重插 那假設還是不行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Switch 我們的分享器 我們的數據機 把電源都關掉 重新再送電 其實我們很多常常遇到都是 設備當機了 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果還是不行 我們就檢查一下中華電信的燈號 中華電信的話 它這裡有個alarm的燈號 如果alarm的燈號亮紅燈 那就代表可能中華電信那邊陷入是異常的 就請各位可以打電話跟中華電信做一個 申告一個障礙的一個部分 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來做一個重點整理 第一如果手機不能上網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要去確認是不是我們的WiFi 或者是市局的強度 網路訊號不好 第二就是今天最重要的秘技 就是我們要開啟飛行模式 再關閉飛行模式 讓網路重整 網路大部分就都能夠通 那第二項的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的電腦如果網路不能通 我們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也一樣去確認我們的WiFi強度訊號 那第二呢是確認電腦 是不是有其他軟體在跑網路的資源 那第三就是我們連上Google去測試 我們網路是不是通的 第四就是我們用指令去Ping Google網站是不是網路能夠正常的連線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軟體檢查完 我們就要檢查我們的硬體部分 主要是針對數據機、分享器、Switch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重送電 那這個部分能夠解決大部分網路的一個 斷掉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確認燈號部分 以及如果 數據機的Arround燈是亮著 我們可以打電話跟中華 申請一個障礙排除的一個問題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